都说成都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的确如此 2000年前的李斌也完全没有想到 这么多人来了成都都不想走 导致都江燕的供水也力不从心 根据成都市水资源公报 2023年成都人口约为2140万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340方 这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极度缺水限500方 而成都的实际人均用水量却高达260方 仅比人均占有量少80 如此以往到2035年成都人口突破2400万时 年缺水量将达到12到17亿方 水资源将供不应求 甚至影响到饮用水的安全 如何解决成都未来的缺水问题呢 今天我们讲的通俗一点 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 最直接的解决办法 当然就是再见一个渡江燕咯 这不是开玩笑 号称新渡江燕的饮大寄敏工程 已经提上日程 顾名思义就是将大渡河的水 引到渡江燕所在的敏江 接济成都平原 年饮水量可达15亿方 2032年完工以后 就可以成为成都的右翼水源 新渡江燕就能解决成都的水荒了吗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数学题 2035年饮大寄敏工程可以提供15亿方水 但它的覆盖范围不仅限于成都 还包含大量的周边地区 所以就保守估计 能有10亿方水进入成都 而前面说过成都预计缺水 12到17亿方 也就是说 至少还有数亿方的缺口无法填平 那怎么补齐这几亿方的缺口呢 倒是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 节约用水 大家可能不禁想问 这不会就是一个从小听到大的口号 能起多大作用呢 答案是八亿方 恰好填补预估的水资源缺口 是不是有点超乎你的想象呢 八亿方的水量是怎么节约出来的呢 先来看占比最大的农业用水 2023年成都市农业用水量30亿方 但其实有效的利用率仅有0.56左右 意味着 实际派上用场的水 只有17亿方 另外的13亿方呢 纯属于是陪跑 跑着跑着它就没了 所以呢 农业上节水很简单 比如修建防盛渠道 建设高标准农田 调整种植结构 发展滴罐喷罐这样的节水灌溉 都可以降低下盛水量 减少田间流失 从而减少陪跑的水量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 到2035年 成都就可以从农业用水中 节约出2亿方水 从工业用水的角度来说 尤其是对于高耗水的产业 水费的占比可不小 节约用水就更加的顺理成章了 方法也很直接 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减少从市政官网的取用水量 比如成都生物研究所 使用蒸汽和冷凝水回收系统 每年就可以节约5500吨水 他们还使用了中水回收系统 每天可以净化1200吨污水 用于氯化灌溉 工艺冷却空调系统等等 大大减少了取用水量 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 通过打造更多的节水型企业 到2035年 成都又可以从工业用水中 节约出两亿方水 工业污水进化以后 可以物尽其用 那生活污水也是同样 处理达标的生活污水 被称为再生水 连同人工蓝蓄的雨水 一起被称为非常规水资源 这些水资源可以用于生态补水 绿地浇灌 道路清洗 消防供水等等 大大减轻常规水资源的负担 计划到2035年 成都通过这些非常规的水资源 再节约用水两亿方 最后就是生活用水方面了 先提一个惊人的数据 管网漏损率10% 这是众多城市的一个平均水平 什么意思呢 供水管网里每100方水 就有10方水损失在了途中 成都市生活用水 总量约为20亿方 相当于光漏损 就达到了2亿方左右 虽然根治漏损不太现实 但只要降低一个百分点 就能节水2000万方 再加上大力建设 节水型小区 医院学校 强化居民节水意识 计划到2035年 成都在在生活用水领域 还可以节约用水两亿方 总的来说 所有的努力加起来 成都的总节水量 差不多就能达到八亿方 可能大家注意到了 我刚提到 要强化居民节水意识 针对的正是屏幕前的 各位成都的网友 大家的节水行为 已经成为保障成都 用水安全的重要一环 直接关系到成都的未来 现在想想那句宣传语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你还觉得它只是一句口号吗 那些小学二年级就学过的 节水小妙招 我就不必再多说了 仅在此呼吁大家 别再把节约用水 仅仅当成一句口号 让我们一起 为成都的水安全 贡献最大的一份力量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点一个大大的关注 这是我最大的鼓励 我是工程师 徐小刀